988街頭大人物 有我潘建成 今天我們的街頭大人物 我們依然有潘建成 那今天我們就會把那個交點 飛去台灣 那潘建成在1993年的9月7號 就是離開了馬來西亞 去到了台灣你的書 那當初出國念書 為什麼是台灣 是因為你是獨中心的關係嗎 第一獨中心 第二沒有錢 沒有錢還可以出國耶 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 你是獨中心嗎 我們不是 我是國民型 因為沒有錢 所以我唸Phome 6 對 AfterPhome 6 我就唸本地大學 對嘛 你要知道我那個時候 我應該比你年紀大了 其實你才大我三歲而已 本地大學 那是本地只有七間大學 我那個年代有九間 我那時候是七間 現在聽說有一兩百間 聽說 包括蘇利 兩百間 那個時候 韓蘇利什麼英帝啊 什麼家家也不管十幾二十間 對 我們念獨中的 某個程度呢 呃 打成心理 就已經知道 不會在這邊念大學 所以你念獨中的那一刻 你就已經知道你的理由 對嗎 會有還滿心的 所以會去念獨中 念獨中的時候 從來沒想過要出國 OK 因為哪有想那麼遠 可是後來 覺得成績OK 就要出國嘛 出國 我能夠選的 我同學很多 去念銀幣啊 念什麼的 對 那時候很流行 澳洲啊 印度啊 美國 但是那很貴啊 那沒有辦法 情況底下呢 就去 那是兩個選擇嘛 新加坡跟台灣嘛 在當下 新加坡相比比較貴 我本身在念獨中的時候 馬來文是基本是放棄的 只要六十分 所以你只有考同考 沒考 不用考全你 我的馬來文是C8 至少不是F9還好啊 對啊 那個同考馬來文是B5嘛 但是至少英文在同考是A2嘛 對不對 那到新加坡去 卡在問題就是 一樣那邊的費用比較高啊 那台灣基本上就是 它可以讓人在那邊公讀嘛 學長說可以公讀啊 可以怎麼樣啊 對 所以後來 能夠選擇去台灣 所以就是在這樣的種種的情況之下 你就去到台灣 其實在台灣的那一段 念瘦的日子也是蠻可憐的 可以跟我們簡單的說 你一天的行程大概是怎麼樣的嗎 我主三天的主日期要到台灣 同學會有辦活動 把我們接到台北 就叫建坦活動中心 他們要住很多天啊 我就住一天 因為 要給錢的 要付費用的 就同學會辦的嘛 像給一台看馬幣 對 然後就 第二天 九月八號 因為我們九月九號就開始了 所以 學長就來接我到 新竹江大學 到了那一天 你要 該要買的棉被啊 什麼的去準備好嗎 然後當下 也就找學長幫忙去找一份工作 當天 當天找一份工作 對 所以九月九號開始呢 上課的同時就開始做事了 一個小時 台幣八十塊 馬幣八塊 對 相對來講很高嘛 比馬來西亞 比馬來西亞高 那邊吃飯一頓飯也差不多 必要五十六十塊 對 所以 在交通大學的前面的三年的日子 是很刻板的 就是早上起床 就去上課 上課中間有空檔 就去圖書館公讀 傍晚回去就寫作業 念書 同學跑出去玩我去念書 偶爾呢 晚上會去打打籃球 然後 週末就打打籃球 所以那時候是一群朋友 還是你孤獨的一個人 在做這個事情 本地同學基本上 家境都不夠 他們剛到的時候 在家裡就給他買一輛摩托車 對 那 他們大學一年級 在台灣是很多活動的啦 每天去跳舞啊 和社團等等的 那我們沒有簽什麼個人去 對不對 那就是沒有簽嘛 嗯 那 有幾個 就是馬來西亞跟澳門學生 就是我們同學都不錯啦 就這幾個人啦 我們就要先念書 那本地同學就想起比較少 嗯 所以你那一個時候的這些同學 到現在還有聯絡嗎 就是一起 以前課堂 有啊 有一個在我們公司啊 很極創略的 OK OK 我有聽一些留台的朋友 他是說 其實在班上 就馬來西亞的橋上 去到那一邊說 很容易就是第一名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現象 你同學念哪個學校的 喔 什麼同學喔 有忘記喔 是新的嗎 嗯 嗯 在 台灣的學校啦 嗯 如果是念台詐 嗯 要第一名是 要很努力很努力 而且難度很高 因為那邊都說台灣最好的學生在哪裡 對 馬來西亞學生在那邊表現大概分成兩個 當然大部分是在中間 大部分在中間 然後一部分是在吊車尾的 喔 有一部分成績很高 對 所以馬來西亞的人 去到台灣念書 會不會有一些被排擠的感覺 是不是 只是混來混去都是跟本地的 或者甚至是香港的 新加坡的比較多 跟台灣的 新加坡沒有啦 新加坡沒有啦 能夠去的大概就是 最多就是馬來西亞 香港澳門嘛 嗯 再來就是越南泰國人民嘛 嗯 馬來西亞算是一個很大的 看你到什麼學校 像我知道有些在北部 什麼政治大學 他們就馬來西亞 就跟馬來西亞在一起 嗯 OK 在我們學校 江陽大學 馬來西亞才100證 喔總的 總共和100個 前學校15000個 我們怎麼同一個本地 都是跟本地同學在一起 跟本地同學在一起 所以 排擠對我來講 沒有感受到啦 嗯 對我覺得本地同學都很好 嗯 OK 好 那你認為你工作是為什麼 看時候啊 以前工作是為了吃飯嘛 對不對 為了賺錢嘛 念書的時候 工讀是因為必須要吃飯嘛 畢業後工作是因為覺得要把以前的債務還掉嘛 要賺一點錢嘛 對不對 那至少以後自己可以過了好一個天嘛 嗯 現在的工作啊 嗯 說真的我不知道為了什麼 對 你真的講 現在這麼認真努力工作 真的不是為了賺錢啦 而是公司做到這樣子也很好嘛 就要繼續好調劇啦 對嚴重才有交代啦 嗯 對 所以 現在工作 不是為了賺錢 嗯 是為了讓你工作更好 讓你工作更好 讓你工作更好 嗯 希望啦 OK 你是一個工作狂嗎 呃 這麼講啦 中央集錢制的時候是 對 就是每天要看所有事情 慢慢的齁 工作交給他們之後 開始就 當然有事情還是要做啦 嗯 對 有事情發生還是要拼命做 那盡量就是看一些想一些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是 一天多少個小時都在工作 我現在每一天的每個小時 還去覺也可能都在工作 對啊 所以你是那種24小時oncall的那種老闆 呃 可以這麼講 嗯 現在沒有啦 以前我手機不關機的 睡覺不關機的 嗯 所以他們也是隨時可以找到你 凌晨還是怎樣 以前 還是需要你去決定一些事情 對 半夜不關機大概就是借美國電話 哦 對 時差 那 現在手機要關機啦 因為小朋友要睡覺嘛 嗯 對不對 呃 我在不管任何地方 只要有一台電腦一隻手機就做個公司 嗯 所以工作以前當然是幾乎 應該這麼問啦 呃 也沒有什麼休閒生活啦 基本上沒有很多啦 嗯 對 就還是休閒生活很多所以是在工作 好 那你現在目前有沒有安排一些你自己的休閒生活 對 基本上來講齁 不太有 OK 安排不到還是你已經習慣了 可以這麼講齁 呃 呃 就算要去打球也會找客人啊 找朋友一起去嘛 嗯 可以跟打電腰嘛 對 最近怎麼有啊 最近這段時間就常跑步啊 游泳啊 那算嘛 算就算嘛 OK 這位會盡量安排一些對不對 還是要運動啊 對 所以你都很堅持喔 以前你課苦讀書的時候 然後你也是要打電腰這樣 對 很不錯耶這樣子 嗯 怎麼樣可以維持 呃 你對工作的一個熱情 曾經在有一場 講座會在台灣 那是一個 一千多個學生的場合 嗯 在我前一個 是台灣很有名的 我不要講成有名的一個 創業家很有名的 他告訴學生說 我們做事情要熱情 年輕的就是年長嗎 六十幾歲 哦 他說齁 這什麼領域的 你看我們很八卦 變職領域的 哦 他說 因為那不是學生嘛 二十幾歲大學生 他說你們齁 做事就是要有熱情 我不知道他講過這句話 換下場是我的時候 就有人問說 你那時候幾歲 沒有我在講就是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啊 因為 學生辦活動嘛 一千多個學生嘛 我要去講一堂課嘛 我台灣常去講課 然後 在上一場就講過這麼一句話 下一場我不知道他講過啊 就學生問我說 你覺得工作是不是要靠熱情 我說不是 全場笑 他們嚇到 那 他說 可是 我們剛剛上一場是這樣子講的哦 我說 我問還可以講個問題嗎 你熱情 可以讓你撐 一輩子嗎 你今天對這個工作 國際的工作有熱情你做 那天沒有熱情你就不做了嗎 嗯 你覺得你的熱情可以維持一輩子嗎 我覺得 不可以 要就維持 嗯 我跟他講說齁 工作 初期你會喜歡做是因為熱情 嗯 以後你會繼續做是因為責任 嗯 嗯 OK 當你沒有熱情的時候 因為有責任 你會繼續做下去 這樣沒有熱情就有責任的一個情況 會不會很辛苦 那我再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婚姻開始是愛情 嗯 那愛情是一輩子嗎 嗯 有一些有人經營的很像一輩子 那就多少%的人 多少%的人是這樣子 最近有一個例子是梁家輝 哈哈 這我不懂啊 我說 所以說 今天某程度來講齁 是 你今天你一份工作 一開始是熱情 嗯 到你說你沒有熱情之後 你就只要做 因為責任你很辛苦 不要留 像我現在 你有沒有對工作有熱情嗎 不好意思 沒有什麼熱情 我這個人齁 我告訴你 我告訴自己的很多人說 我不喜歡電子的你知道嗎 嗯 我平常沒事做不會是開電腦的 我電腦齁 只是幫我讓我來工作 不去玩他的 iPad我沒有 OK 什麼還有什麼 相機我也沒有啊 很多電子東西我都沒有 連USB我也沒在用啊 我做很多啊 我沒在用啊 卡片 我去把他送我了 我送別人 我沒用啊 對不對 所以你說是熱情嗎 不是 那是有責任 那你說責任會很辛苦嗎 如果你是被逼的 他就很辛苦啊 嗯 被逼的去扛著 真的很辛苦嘛 但是如果你有責任去 要把它做好 我不覺得你會很辛苦 就好比說 廚師在廚房 熱不熱 其實很熱 但是他沒有覺得那是熱 因為他覺得那是他要做的事情 因為他專注力已經在事務 是的 沒有錯 所以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到說 當你在運動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長期游泳和跑步的 我常常過很多同學 我自己也是跑步游泳的 跑步的前面八百公尺 一千公尺很舒服啦 慢慢 就是跑很舒服嘛 可是過的時候很辛苦的 有沒有覺得到 很辛苦的 就想說算了不要跑 算了不要跑 但是我個人發現 是我從一點多公里到兩公里 很辛苦很辛苦 可是熬到二點多 慢慢走上去之後 就覺得不出來 就是這樣子 沒有跑很快就這樣子 一步一步 也沒有特別辛苦 OK 所以你講的對 就是因為那種專注 或是那種習慣 就不會辛苦啦 對 所以很多人說 工作是熱情 沒有熱情的地方工作 對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啊 因為他不是老闆 嗯 你有這樣子的員工嗎 就是他進來的時候 他其實是蠻崇拜你的 對 他對這公司有興趣嗎 嗯 沒興趣 他覺得沒有熱情 他想要離開 我也不會在那邊講他 每個人都每個人都決定 嗯 OK 好 那你堅持在馬來西亞成立公司的原因是什麼 你經過記者問我嗎 對 那 我再問你一次 我告訴你 如果我愛國 你相信我想這句話嗎 相信 對 我告訴你 爛情啦 很多人跟我說 你回來要賺錢 我就 真的回來這邊創業 來這邊弄個公司 真的 人比我在台灣賺得多嗎 沒有 我來這邊 真的是做苦工的 我們 我們公司 我的partner來這邊做苦工 為什麼 我把人留在那邊 那邊賺更多的錢 我來這邊把人少賺很多錢 但是我覺得馬來西亞 可惜 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輸給新加坡 我在國外一到新加坡的人 都說他們那邊講 你們馬來西亞 有沒有感覺不好 你知道嗎 那馬來西亞有很多好的人才 都在海外這裡 那有些人回來 回來就跑去新加坡 有些人不回來 我希望說我們回 那馬來西亞本地有很多好的公司 很多外資在這邊做得很好 但是你外資在這邊 畢竟還是幫別人打工 我覺得 所以 那如果回來 我們可以做點事情 公司賺到點錢 聯工也賺到點錢 表示說這邊回來 創業有機會成功 我們回來不是來所謂的 投資 我們是來創業的 是重新來過的 那如果我們能成功 表示說 這麼多馬來西亞的子弟在國外 他們回來也有機會成功 這麼多人在國內的所謂外資公司上班 他出來創業也可以成功 一旦越來越多人開始創業之後 你整個社會的活力就出來了 不像台灣一樣 對 這是我希望你會看到的 但是 講那麼多 也沒有那麼多說 沒有那麼偉大 我們只是要把事情做好了 我覺得 有一點責任 賺到錢 可以回來 做點不一樣的事情 但同時 這個公司 我們在馬來西亞公司 一定要賺錢 一定要賺錢 賺的錢 會 share給國益 同時告訴大家說 你這樣做你會賺錢 其實創業是需要很多的勇氣 我覺得 你有什麼話要 就是跟那些很想創業的人分享 那種要訣 那種要素 因為很多人可能想 在台灣創業 相對門檻 就是沒那麼高 為什麼太多成功案例 如果先打比方 然後你結婚 你老公在外國大公司上班 日子過得好好的 見個老婆 我明天要去創業 我必須要做工作 對 我會反對 我想 不要這樣子啦 還有小孩要養人 是啊 都是這樣子 台灣以前也是這樣的 現在很多 因為很多人因為創業成功 那創業成功 不表示說 賺了特別多錢 但是至少 總是比上班好一些 真的嗎 因為創業 我就看到像你這樣子的例子 就是你創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那個熱情在那邊 然後覺得很開心 然後後來就會變成一個責任 如果他不享受那個責任的話 那個事業其實我不會覺得好 那一樣你在別的大公司上班 你難道他還有熱情嗎 他每天不是跟行事走路一樣 他就是拼喔 拼業績喔 拼一個地位 對嘛 難不承認也是熱情 不是熱情嘛 對不對 你在裡面多時也沒有熱情啊 你要拼個地位 拼到地位 現在就是責任了 但是他責任比較少 他不要扛起全公司員工 對嘛 所以因為大家這麼想嘛 馬來西亞產業做不起來啊 對啊做不起來啊 對啊 那是因為整個社會 這個氣氛所影響的嘛 所以一定要有勇氣 要有環境 目前的馬來西亞 你覺得不夠嗎 這個環境的意思 所以環境是說 至少有人這樣做成功過 你才想要說 你即將做也有機會成功嘛 對不對 如果都沒有成功過 你說今天齁 從這邊要游到沙巴去 從那邊都游過 他要去游人家 如果已經有幾十個人 游到沙巴去 都游泳游的到了 他說要去游 有機會嘛對不對 對啊 台灣創業很多成功的 你都看到都是創業成功的 對不對 所以要創業的相對很多案例 你可以去看嘛 馬來西亞的公司 因為成功可能他 前面的七年八年也成功 那後面你看是 看到他掉下來的一些跡象 就是馬來西亞的公司 馬來西亞的公司 就是 創業之後 賺到錢之後 很多老闆只想要自己口袋 我們也常常在聊這個理由 你賺到錢 老闆只想要自己 員工幹嘛給你賣力啊 員工就是打工了嗎 如果他只是打工 有好地方就走了 所以公司怎麼可能會好 所以這個社會氣氛呢 是要從老闆接觸 所以那個老闆要很堅持 老闆不要談啊 我昨天跟新洲的朋友在聊嘛 很簡單啊 我說今天你餅乾這麼大一塊 你說百分之百多 你會給你更大一塊 為什麼不把你員工一起努力 把餅乾多大十倍 然後大家都愉快 對啊 你本來是100%的 你本來改成50% 40% 30% 你因為大十倍 也比你的百分多 不是嗎 老闆不這麼想啊 老闆不這麼想啊 老闆想我多給員工 幾塊錢都是我的錢啊 但是畢竟還是蠻相信好老闆的 他覺得說 我應該把員工照顧好 然後把這個呢 讓員工然後把家庭照顧好 他從他任何公司呢 他就繼續做